大家好,我們現在在這個水門的碼頭裡面 剛帶完張船從那邊過來 我今天從黃線那邊過來,一路搭這個張船到這邊很快 不過今天運氣比較不好,一路上都是滿載的 而且人多,上上下下停靠的碼頭就比較多 有些人可能會走比較慢一點點,有些人還要等他一下 所以花了比較多時間,大概花了35分鐘 我之前有出過一次,比較沒有人的情況之下 大概20分鐘就可以到這裡了,非常非常的快 比起你用捷運轉程,再轉程到這邊要快多了 那我現在呢,好,就想說好久沒有去吃那個水門的雞肉飯了 那我就帶大家再去吃一吃吧 雖然說這家觀光客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我們再走一次,給不知道人可以去再看一下 從這個碼頭這邊走上來之後呢,這邊往前走 左邊呢,就是水門的白金百貨了 然後對面那一棟呢,就是84樓的白樓座的前曼谷的第一高樓 然後現在呢,我們往前走 然後,往前走過來之後呢 到這個馬路,這個高架橋這邊往右走 往右走之後呢,我會先看到一家店 會先經過這家綠色的水門雞飯 然後兩家是不一樣的,兩家是蠻有名的 水門這邊比較有名的,就是兩家 一家綠色,一家粉紅色 那我個人的話呢 我覺得如果以全雞肉飯來講 我比較喜歡吃 呃...粉紅色的這家啦 然後綠色這家 好了,轉過來就可以看到綠色這家了 綠色這家呢,它是提供比較多東西 它有提供沙嗲啊,烤土司啊,等等之類的 它的沙嗲蠻好吃的 我今天只要想吃的是雞肉飯,所以我先走 噢...不對 我突然想到,這家也是他們的綠色這家 綠色這家就是這裡 跟這裡兩家都是他們家的 好,我們繼續往前走 往前走呢 就可以看到他們的總店了 然後啊,我就想說 我上次好像...我忘記是做什麼飯的 那個蠻好吃的 然後我往前走 今天想說,看它還沒有 有的話呢,我就點一下 如果沒有,還是一樣點一下 來啊,好難雞飯 這一間的話呢,是它的總店 這裡,就在轉角這個地方 對面也是一家百貨公司 然後...這裡 好像要稍微排隊耶 外面這群人應該在排隊等待中 好像是...對,在排隊啦 哇嗚...好難得喔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這麼多人排隊了 你看,這樣子 下去,後面還是排隊 然後呢,排到這裡啦 還有耶 這麼多人的情況下 那我今天就先不吃了 好吧,我不喜歡排隊 對,所以排這麼久 我不太想要排 然後就給大家看一下 總店就在這裡 那你如果啊 不想要排這麼久的隊伍的話呢 可以進去裡面 他們還有另外一家分店 等一下,我會進去 不然我... 我走過去開另外一家分店給你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 他的另外一家分店呢 就在我們剛剛那個...下來的那個橋的地方 往前走 他有一個... 新開的店面 應該算是類似他的... 呃... 旗金店吧 因為... 那家店啊 他有提供冷氣 但是... 相對的啊 他的菜色有稍微貴一點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啦 我前幾次來的時候 吃過一次 然後... 就是... 在這邊的話呢 他一碗是50塊 然後如果到那個... 有冷切的那家分店去的話呢 就會多... 我忘記多5塊是多10塊 印象上是5塊啦 現在有沒有調整... 有沒有再調整 我就不知道了 那當然也無可厚非啦 因為那家店有提供冷氣 所以就是... 會相對比較舒服一點 我們又回到剛剛出發的這個碼頭這邊 那繼續往前走 從前走大概... 50公尺左右 就可以看到路邊有一家 從這個路邊啊 繼續往前走 然後就會看到啊 哇... 這個角度太近了 我不知道 好... 至少可以看到他們的面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好... 就在這裡的左邊 等一下... 哦...能多一點 哦...也是排隊了耶 哦...之前啊的時候啊 是不用排隊的耶 現在連這邊都要排隊耶 好不好 最近生意比較好了 就這家選了幾塊 它的... 呃... 它的新店啊 是不是新店我不知道 但是呢 現在就是有提供冷氣了 然後我看一下價格 我看一下價格 我看一下價格 哦...有 它說普通的是65塊 所以應該是有價格調整過 那我不知道它 它... 一般有沒有調整過 這一家呢 進去啊 就是有冷氣 所以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如果說你想要 舒服的吃的話 就可以人間 沒想到連這間都要排隊了 好像慢慢開始 呃...景氣開始... 呃... 遊客 他們回來了 然後... 好吧... 那我就... 先去別的地方吃東西好了 我等一下... 還要去LV那邊拍攝一些東西 那... 就是影片就到這邊囉 掰掰